hello 欢迎学习爬充科生 那么上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新房的信息 已经把它给代表已经把它写完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爬取一下 就是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信息 二手房的信息 那么二手房的这个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哪些数据需要爬取 这个地方我是随便点一个 比如说点击的是这个权州 他的这个二手房信息 对吧 他有这个几时几天 因为这个二手房的话 他就不像是那个新房了 二手房的话是直接这个房子 直接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确定好了 有几十几天的 而那些新房的话 它是一个小区里面有几 有几种类型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确定好了 所以的话这个信息的话 就会比较准确一点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供哪些信息呢 有几十几天 然后的话是总共有多少层 现在是在第几层 对吧 他这个地方只写这个第一层 还有是朝向 以及建筑的那个年代 对吧 以及他的那个建筑面积 以及他的那个价格 他那个价格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数据 来把它给爬一下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 那么我们再去爬取这个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还是根据 之前那样 还是还是先把这个item 把它给写一下 好吧 好 这地方我们来写个item 是那个class 叫做二手房 horse item itm 然后是继承字这个scrappy scrappy.item 对 好 这地方我们来写啊 好 第一个的话是省份和这个城市 这两个的话还是购的少 对 口味加c负值分 然后的话 这个口味加v 好 这地方是那个名字啊 就是个小区的名字 好吧 来 来 看一下啊 好 小区的名字啊 那是 内蒙是等这个scrappy.item 对不对 好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个几市几厅 rooms啊 其实几厅啊 rooms rms等这个scrappy.item 对不对 好 这里是几 室内啊 好 这个例示范是那个啊 层啊 就到底是第几层 然后是flo loof loof 这个scrappy.field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是那个朝向 朝向 朝向是啊 toward啊 toward啊 toward 这个scrappy.field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 还有是那个建筑年代啊 就是那个年代 对不对 年代的话就是year 等这个scrappy.field 对不对 还有是那个 嗯 地址对吧 地址啊 呃 这个地址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记录一下就是这个啊 这个小区的名字已经是了 那么这个地址啊 啊 地址的话就是add r eins 和那个scrappy.field 对不对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呃 建筑面积啊 就面唧 建筑面积的话就是air 是吧 are area等这个scribe.field对不对 还有是那个总价是多少 对不对 就是这个总价 总价的话 这个地方总价 我们就给一个price pice等这个scribe.field对 好下面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单价 单价 单价的话就是unitunit等这个scribe.field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需要爬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item 我们就相当是已经定义好了啊 定义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scribe.py的这个文章当中啊 然后来到这边 我们再去爬取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啊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去爬取什么呢 先来爬取这个啊 成这个小区的名字啊 上面这个不用管哈 上面这一个的话 它是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的话 一般都是这些 中介为了吸引眼球上面写的一些这样的数据 这些的话基本上意义不是很大 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从下面去爬就可以了啊 好 第一个是那个名字啊 那么我们来爬下啊 他在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m10的这个p标签下面 然后下面的a标签啊 下面的这个文本对 好 这边是那个 嗯 类姆是等这个 response.sbts 对吧 好 点这个p标签 然后的话 他的这个plus是等于这个对吧 等这个啊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a标签下面这个test啊 test好 这个地方点get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就有了啊 这个呢 我突然想起了还一个东西没写 就是原始的ur 是吧 or 这样ur 是等这个等这个scrappy 点购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也是再回到这边来写啊 呃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来运一下 看这个类姆 好不ok 好吧 看这个类姆好不ok啊 保存下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边就把这个要的新房啊 发送这个新房的这个请求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注释下 把这个注释下啊 然后我们只让他就发送个旧房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break掉啊 然后的话 他就会来到这个地方 好吧 好 那么可能加坊子下 可能的加来运一下啊 稍微等一下啊 哎 那得到的是个呢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得到的是个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在这个mtmt10吧 然后的话 这个下面的a表情啊 他说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span表情啊 对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写一个啊 就是这个span表情 span啊 好 再来走一步 好 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类姆已经有了 就这个小区名字已经有了以后 接下来再来获取其他的信息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获取一下啊 下面这些比如说有几十几厅啊 总共是多少层啊 然后是朝下 然后这个你进入年代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都是放在这一个ppp表现下面啊 对对 这个mt12的这个pp这个p表现下面啊 那么我们只要拿到这个p表现 然后的话 拿到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 是不是就ok了 就ok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来获取一下啊 这边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呃 inforce吧 叫做inforce inforce的这个response点sbth 然后把他这边啊 这边不用点哈 这边是p表现 然后的话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tmt几呢 mt12对吧 mt12啊 mt12 然后的话在这个下面再来获取下面的这个文本对吧 好 这边再get all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这个inforce 方向 然后再来走一波 好 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有这些数据的就有这些数据啊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他有一些这样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对 说的话我们这时候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啊 应该要对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给他进行处理啊 将这些空白字符把它给删掉 对了 将这些空白字符把它给删掉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调用什么行数 是不是可以调用那个map上数啊 对了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inforce是跟这个什么的map那么的x 然后是a1.sub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空白字符把它给去掉 替换成这个空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x啊 好 这里面是那个呃 那个什么呢inforce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inforce好吧 好 再来打按下这个等号再乘上丧事对吧 我现在再来走一步啊 嗯啊 他是一个那么的表达是哦 不是那么的表达是是一个map对象 我没有把它给转换了list啊 呃现在的话是获取到了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呃小区的那个啊信息对吧 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话啊就是有点问题对吧 我们一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是不是应该跟之前这种方式一样呢 先拿到所有的这个利标签就是拿到所有的每一下对 拿到拿到一个房子他当中的每一下啊 在在这个里面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这个dl标签啊 一个dl标签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拿到所有的dl标签 然后再去辨计这个dl标签 是意思吧 好 那么这边的话呃 走太着急了啊 好 这里边我们来写啊 for那个先拿到dl标签dls等这个什么的response.sbdh 然后的话来获取啊 呃来看一下怎么获取呢 他是在我们的这个house list的下面对不对 div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写啊div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house list下面的这个dl标签啊 下面的这个dl标签对不对 好 拿到所有的dl标签以后 接下来再便利dl1dls啊 便利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代码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的话这时候的话 我们去取这个数据 就不是从这个response上面去取了 我们就从这个dl标签上面去取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要加一个点 代表的是从单起这个路线下面去取啊 这个地方也是给个dl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再给个点啊 好啊就ok了啊就ok了 我们再来走一下啊再走一下啊 这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啊 就是包含了这些呃 几十几厅以及呃总共多数层 以及这个建筑年代啊 以及这个潮潮向对吧 呃但是这个里面这些数据的话 它并不是每个每一项都是一样的啊 你就像第一个 它是有这个几十几厅 有这个几层 然后会有这个建筑年代 但是没有这个潮向对了 像下面这个的话是不是有这个潮向啊 对了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取这个数据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要小心一点了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便利一下这个info啊 info info s啊 info s 然后我们判判哈 如果这个info它是包含几十几厅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属于那个几十几厅的 也就属于那个rooms啊 也就是属于这个rooms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判了啊 if是info啊 if这个什么呢 啊 听啊 如果这个听 如果这个里面有这个听啊 ininfo啊 如果这个听是在这个里面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啊 这个这个rooms啊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info 对不对等于这个info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在外面啊 我们在外面这个地方来定一个itm吧 啊 这里itm的话叫做那个二手房 itm啊 二手房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给拿过来啊 是二手房 houseitm 然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来写就是二手房houseitm 啊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写啊 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指定这个p 省以及这个省啊 以及这个cd 是等于cd 好吧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地方的话就可以直接将这个rooms放到这个itm当中了 对 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 if如果这个什么呢 如果有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层 对吧 才因什么呢 因这个info info 那么这的话我们itm里面的这个flowfler oh 是等于这个info 对对 等于这个info啊 好 if 如果这个什么呢啊 用哪一个象啊 那么说明是朝向对方向啊 如果有真相是在info对 那么我们这个itm是等于这个什么flow对不对 不得付到好是那个 呃 通老的d o w a r d 啊是等于这个info对对好 else else的话就是这个建筑年代了对 就是这个建筑年代 adom里面的这个夜啊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info啊 那么这个info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什么呢 把它的这个建筑年代这几个字把它给去除掉啊 可能叫c 然后把这个 替换一下啊替换成这个空白的字符啊 啊 这样的话就有这个这些数据就已经把它给提出来了对对 把它给提出来了啊 好那么提出单由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啊再来打一下啊 呃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哈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呃 不要好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来打一啊 来打一下这个idm好吧 来打一下这个idm 好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就有了啊全部都有了啊全部都有了啊 就是一个列表了啊一个字典的话就是一个idm对对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了啊 呃有那个北京呃 省还有那个总共是有几十几厅对吧 呃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呃下面这个啊下面这个的话是比较内容就比较多的对吧 有那个flow还有那个呃 几十几厅啊下面这个的话是更加全面对吧就是有那个几十几厅还是个省还是这个啊房子啊几十几厅对吧 还是这个朝向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这个朝向几个朝向啊几十几厅啊层啊这个数据就已经获取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什么呢 再来获取一下这个地址啊获取这个地址啊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呃 这个mte10的这个呃 四倍描写下面对好那我可能叫c复制份啊 然后的话这里面来写啊 呃这个的话是那个地址addr1s c复制份啊是等于这个admo啊不是admo啊是等于这个dl.xbath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什么呢下面的这个p标签对不对 p标签然后的话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啊下面的四倍描写吧下面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四倍描写里面的这个文本内容啊 或是我们取这个title吧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太长的话他会在这个地方给他进行截断这样的话就会保持把这个数据就会被缺失对了 那么我们就取这个title的值啊取这个title下面的这个title对了好这个地方给你get啊 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addr1s保送下啊再来走一步 好这的话是不是就有了都有了啊好那么都有了以后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呃 啊呃爱的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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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这个addr1s啊是等于这个爱的母对 啊不是爱的母哈是等于这个address啊或是我们直接将这个爱的母写在这个爱的母里面的这个address啊然后的话这里面啊我们把它给上架啊 保持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地址就已经获取到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获取一下这个建筑面积以及啊它的总价和军价啊好这里面我们来检查一下然后的话这个地区的话 这个这个面积的话它是不是在这个div标签下面的第一个p标签下面啊对的好那么这地方的话我们来啊item a i e a啊地址是等这个区面积好的这个dlds pth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它是在div标签下面啊div标签下面啊div标签下面 div标签下面然后的话conts啊这个地方是add class是包含这个什么的包含这个东西下面的什么呢下面的这个p标签下面的内容对不对 下面的这个p标签p标签下面的test对的好这边再get一下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item a.l啊 啊啊啊保存下再来走一步 好这样的话这些呃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了啊万一你去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这个数据的话那么返回来的就是一个那对啊这个的话没有办法啊因为有些地方他确实这个网站上面没有提取你怎么去获取呢是是意思吧好那么这个面积有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这个总价啊pise price price 是等这个div标签啊他是怎么去获取呢来看一下啊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呃这个spa标签啊或者是这个mt5然后下面这个spa标签下面对好 好然后的话我们找到这个什么呢找到这个mt5这个p标签然后把下面里面的这个文本内容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好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p标签对吧然后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mt5吧下面的所有的文本内容啊下面的test点get好啊好接下来 呃这里面我们先来不让他打一下吧现在让他打一下啊 先来让他打一下pi price price啊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他反过来的肯定是个列表那么我们把它给转发了一个自转啊点join啊再传进去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pise price啊再来走一下啊 得到的是个空的啊得到是个空的啊得到的是个空的啊得到的是个空的啊我们这个class不不不是等于这个mt5而是包含对吧说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应该写是什么呢应该写是空的啊 c o n t a n s 包含一下然后的话这个吧再来写成这个样子吧 还没来吗 啊现在是不是有啊啊就有了啊93万啊这个多少平米这个多少平米也来的是吧这个多少平米也来了我们看一下啊 啊 啊 哎这个多少平米怎么也会来呢 我们是或者是这个pbz下面所有的文本啊对对或者是这个这个pbz下面的mt5这个pbz下面的所有的文本吧怎么这个 后面这个多少平米原多少平米也来了呢 这个的话应该是在这里对吧应该是在这里才对啊啊这个pbz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个mt5啊对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这样就过去啊我们就只能什么呢 先来到先找到这个div然后的话找到第一个pbz第一个pbz包含的是这个啊文本包含的是这个总价下面这个的话包含的是这个当价对对好那么我们再来换种方式好吧 刚刚刚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吧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mt5mt5的话下面这个pbz也包含这个mt5对的上面这个pbz也包含这个mt5所以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去获取我们可以怎么获取呢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一个整的这个外面这个div标签 只要的话再找到下面的第一个tpbz第一个pbz保存的就是这个总价第二个pbz保存的是这个当价对对好那么我们这边来写啊 然后这边写class是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呃模英4是吧模英4 模英4啊下面的第一个tbpbz啊注意哈在我们的xpass当中他这个下标是从1开始的啊这个地方是从1开始的不是从0开始的好吧好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哎上面我们这个问题没不需要逗哈差点改错了哈 从这个地方动啊 bmv然后的话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等这个模 m o r e info啊下面的这个我们的那种 再来看一下啊哎不对不对啊我们还得要获取下面的这个p标签对吧下面的这个p标签第几个呢第一个啊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好那么有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下那个什么呢那个当价啊那个当价的话他就是在第二个p标签下面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加低复制分呃然后的话这地方叫做unit当价啊他就在这地方第2个p标签啊第2个p标签下面的所有的我们内容好吧 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打按一下这个unit保存下再来走一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是不是就有了有了啊就是多少钱每一平板每一页有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两个东西以后有的要我们在保存在哪里啊保存在这个item里面啊好这边也是这个单价啊 好好保存完整以后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所有数据都已经获取到了还有那个二指ur对吧 二指ur就是这个原始的ur啊那么我们也是来到这个地方来获取一下啊他就在这个下面对吧简单下他就在哪里呢他就在这个title的这个a标签下面啊就是title的a标签下面 啊这个地方就是通过那个dl点xpass然后是这个呃p标签 p标签然后的话这个呃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等于这个title对的这个title然后下面的这个a标签下面的这个hif属性对的点get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了啊 present一下我们这个item里面的这个oijun对的考试一下再来走一下 这个地方报错了是吧呃不支持这个moinforfield呃我们什么时候啊这地方的话是不是写错了不是moinfor哈 哎我怎么会写个moinfor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呃总价是吧 啊总价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啊这个原式的要也有了对啊那么这个的话他只是存住的是什么呢只是存住的是这个后面这个啊这个pass部分我们其实的话还应该将什么呢还应该将这一部分也把它给存住进去对啊将这部分也把它给存住进去啊好那么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用那个response把它给变一下啊啊 那么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啊或是那个啊 啊detail先定一个变量哈叫做detail ul然后item里面的这个oijunur的话是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啊response response.uijun啊droid然后的话再把这个detail ul给进去这样的话他就会合成一个网址的ul好吧好再来走一下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哎这样的话就全部都有了啊全部都有了啊好全部都有了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呃数据把它给一页的回去对不对呃我们的这个内部还没设置进去啊这个内部设置下 来现在的话是有几个字了呢一个两个三个啊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对吧然后把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12345678 九十十一十二没问题对不对好那么这个东西有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一页了把这个item的回去啊把这个item的回去啊 好一页的回去完了以后头领啊我们头领还是要把什么呢下一页的这个ur也要把它给一页的回去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滚动到下面来啊滚动到下面来然后我们再来找一下这个下一页的这个按钮它是在哪里它是在哪里呢它这个地方是有是不是有个id啊 对不对那么有id的话哈那就比较好做了我就直接通过这个id去取对好这边我们来取一下我们加c啊然后把这边来 就是下一啊 等于什么呢等这个response.sbath啊这个地方啊去找啊这个它是在哪里呢是它是放在一个叫做a标签里面不在a标签里面啊a标签然后的话这个a标签满是什么手机呢 id的话是等于这个对吧等于这个啊下面的这个hif属性啊就是这个下页的ur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哎把这个请求再把它给返回回去啊那么就是yout的那个scribe点那个点那个request对不对实际上的话这个ur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那啊 啊同理哈这个上面的话它是不是只保存什么呢只保存这一个 这一个pass部分啊对对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域名这部分的话是不是没有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啊对好那么就是response点那个ur join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nestur扔进去啊好接下来的话再给它指定一下这个callbackcallback的话是谁是不是也是自家就是去 还是就是在回调完整以后还是调这个解析二手房这个还说对对好那么这个是self点那个这个东西啊接下来的话再给它指定这个mattermatter属性啊是的这个info 然后这个呢啊是prvnc以及cd对对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解析啊也就写完了对也就写完了啊好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啊scribe框架哈这个scribe框架当中 爬取这个啊二手房不是不是啊爬取这个呃信息哈我们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们先来运行一下好吧现在运一下啊可能假使啊刚刚我把这两个break把它给删掉了哈我把这个两个break把它给删掉了那么意味着他会去爬取啊所有的城市啊所有的城市那个信息好吧把它给删掉啊 好再来走一段啊 那这样的话他就不断的在爬了对不对不断的在爬了啊好那么下面的话可能有些人有些地方有错误啊有些地方有错误嗯 看一下啊 啊 Ur join的时候里面出问题了对不对 Ur join他应该是我们在调用这个Ur join这行数的时候啊出问题的好吧 应该是这样这个Ur join这个行数的时候他里面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在出现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吧我们就将单纯的这个域名再加上这个nest ur就可以了啊 这里吧就是那个什么呢啊response点那个什么呢current或者那个ul啊ul再加上那个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nest ur好了 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啊 好也报错了是吧也报错了 must be strap而不是一个list的类型呃我们这个nest的话啊这里面是个nest是个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没有调用这个get的行数对不对要调用这个get的行数啊说的话这里面其实我们不用这样去讲我们还是要join就可以了对不对好 好这样的话应该就问题不是很大的啊问题不是很大啊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什么呢我们先的话啊就是把这个数据我们先把这个写到json文件里面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pipeline来写下啊 把这个pipeline来写下bfnip对不对self点那个什么呢新房newhousefb是等这个什么呢open然后是这个newhouse.json对不对 然后的话以这个wb的方式打开然后self点那个什么呢啊旧房子啊就是那个二手房二手房啊housefb等这个什么open然后是这个啊二手房啊house.json对不对 然后是这个wb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买两个啊一个folder啊self点那个啊newhouse.json espoor.json等这个什么呢等这个啊来导入一下啊from这个什么呢啊scribe.json self点那个什么呢那个二手房啊二手房househouse那个espoor点这个啊json好 这边是那个self点self点那个二手房fp啊然后的话这个ensuresureascii等这个foss对不对 好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再来啊self的那个newhouse.json把这个adm扔进去self点那个什么呢二手房export.json self点这个self点那个self点对不对好接下来的话再来第一个行数就是盘充关闭啊closecloacsbd啊然后的话这个方式啊spide对不对好这边就是self点那个newhousefp点close啊接下来self点那个什么呢二手房housefb点close对不对好送下再来执行一下好不好 这样的话他就会直接存入到我们的这个json文件当中的啊直接就会存入到这个json文件当中好不好 哎这个房地下的话他这个爬中的话可能没有做到很厉害说的话你这个爬中的速度这么快的话他没有做太大的限制哈啊 当然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把它给做成一个商业化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在这个中间键当中下载器中间键当中加一个这样的ip代理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保证那个万无一失好吧才能够把保证万无一失好吧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再去爬了啊就不再去把把它给关掉啊 嗯啊现在我们这个数据还没有保存进去啊为什么啊因为我这个拍拍来没有启动对我们要这个地方启动一下啊 拍拍拍要把它给启动一下啊 好这样启动完了又他就会自动的保存进去的好吧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再去影视了同学们啊可以自己写完以后自己去测试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 嗯 嗯